今天要拍这支影片呢 就想要介络一下我第一次参与 纸交代漂流箱的活动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计计吧 其实我先前有听过的是手帐的漂流本 就是一群人啊 把各自的手帐本拿出来 漂流到每一个人的家里面 有点像小时候的交换业绩活动一样 从A传给B B传给C 以此类推这样子的循环 等另外一个循环之后 回到你手上的手帐本呢 就会贴满大家的创作 那我们这次的漂流箱活动 基本概念也是这个规则 一共是有十个人 各自先准备好自己想分享给其他文具爱好者们的纸交代 然后依序寄出 我们抽到之后呢 可以挑选你想要的纸交代 基本上是拿了多少就要补多少进去 那最后的最后 就可以来看看我的漂流箱变成什么样的新样貌 好 我们漂流箱特辑的第一回合 先来看看我准备箱子的实况吧 先来看到就是我准备的箱子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 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小紧张啦 不过我还是先设定好了我的漂流箱条件 那接下来是重头戏 就是要准备箱子里面的素材啦 首先这一种呢是有离情纸的 我会先找好一个图案 然后顺畅的开始转转转转转 像这一卷呢是看着不同的颜色们 它们循回一轮之后呢 就是一个循环 好 那这个分装我们是要把它卷成两个循环 再来啊像这种没有离心纸的 我们可以放在分装片上面 也是找好起始图案之后呢 开始往后贴 最后一种呢是我们可以准备这一种 已经用完的纸胶带纸转 它们也是分装的好用小物 基本上呢不管是去在分装片 还是纸转上面的呢 我都会循环再多绕几圈 防止最底层的胶带不好用 就不用担心会不够用 或是图案有少了一点点 好 那我所有的款式呢都是准备两份 一份呢先放进漂流箱 那另外一份呢是等大家的箱子飘来之后 我才要放进去 除了纸胶带之外呢 我有想到之前是和文具控朋友去买了纸边 那刚好啊 就可以把这些很好用的纸材整理起来 放成一包一包的 希望想要或是需要的朋友们都可以把它拿光光 这些就是这次准备的分装内容 好 我们来装箱吧 基本上我们先把纸胶素材放进去 再来把这些纸胶带们卡位在周围的位置 OK 刚刚好 差不多塞满了 最后呢我们再放上一层泡泡去来保护它们 就完成啦 风箱 那其实呢我还有整理一些额外的素材想要给大家 像是老派月曆啊 还有力生活的这一些特色月曆纸 以及先前我们有介绍过 在铅笔文具社里面买到各种我很喜欢的盒纸素材 还有这一些在书店搜刮到的可爱素材纸 像是这些日付的纸片啊 还有贴纸 它每张图案都不一样耶 我觉得呢它们都是很不错的素材 但是呢因为我的箱子十九元可见的小 所以一次放不下九份 最后呢就等每个人的箱子过来 我这里之后呢再一份一份把它放进去好了 以上就是我的漂流箱装箱过程 那因为箱子要漂过九个家才会回来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大概没收到几个箱子 再来跟大家介绍后续的旅程 也先期许几个月之后 我的箱子会呈现出非常美妙的新场面吧 第一次参与取交代的漂流箱活动 真的很兴奋又有一点小紧张 希望大家都可以获得很棒的素材 那我的箱子也可以光荣归来 活动后续也请各位持续的锁定 我们下次见 拜拜